華服重頭戲 一個下午走訪國會山莊 侯友宜見的是優臺 共和黨參議員 蘇利文等人 這回送的不是關公帽 一九九六年臺海危機期間 蘇利文是美國海軍陸戰隊 現役軍人參與巡邏任務 江啟臣特別準備當年畢章 讓蘇利文興奮到忍不住 拿到手臂勢筆 兩天密集見 五位參議員 十一位眾議員 還有夜宴前美國軍方以及國安官員 一早 侯友宜則是到華府智庫面試 抵達保守派共和黨傳統基金會 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孔明勝親自迎接 閉門座談 侯友宜強調自己是負責任的 利害關係人 駐州私調親中標籤 原地美東時間二十號一早要飛到 底特律和密西根州長為玫瑰碰面 但州長榜臺傳出侯伴認為是被穿小鞋 因此更改碰面方式 但外交部嚴正駁斥攔截說法 而此次美方公平原則 因此侯友宜踏不進國務院 也沒有見到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歡迎在華府行程密集 兩天內拜會多名聯邦參眾議員 能否加上方美心拉臺 聲勢回臺後仍是考驗 以上是林凱俊文宣 在美國華府的採訪報導